是不是已经能把所有我们能做的事都给取代了 也许它的数据有限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还回答的挺好的 最近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ChatGPT 我每个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新的AI软件 这个AI软件听上去能够帮你写软件 帮你写文章甚至写书 我就马上去注册了一个ChatGPT的account 看一下这个ChatGPT能帮realtor做些什么事 是不是已经能把所有我们能做的事都给取代了 他现在的data只到2021年 所以我问他现在Santa Clara County的 Current Realtor Market是什么状况 他没有答案 他需要你去search online 或者是跟一个realtor来consult 现在的market update 但同时他也给了你一些大框架 就是让你看一下 Local economy interest rate population growth 还有supply demand dynamics 我觉得这四个他还是给的挺中肯的 就是这四个大方面你要去看 我觉得他还是给的挺中肯的 但是因为是一个 现在数据还不足以让他能够有任何的答案 所以他没有办法给到当前市场状况的一个回答 从总体来讲 他给的大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比如说你需要考虑economic condition 需要考虑market trend 需要考虑personal finance 需要考虑你的future plan 但是呢 每个人这个情况特别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仔细的考虑你自己各自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还回答的挺好的 尽管他先给了你一个大概的 disclaimer 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他每次给你回答 他先给你一个前提 就是说 不是一个很definitive answer depends on你的情况 对吧 然后 但他给了几个suggestion 就popular neighborhoods 我觉得还给的挺到位的 比如说他有给Cupertino Palo Alto Loscados Mountainville Saratoca 然后还给了简短的 关于每个neighborhood 为什么是这个建议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水平的 能够把 的确就是他给的这些neighborhood 就真的是我们Silicon Valley这边 最受欢迎的neighborhood 我觉得蛮impressive的 然后我现在再换一个方式问他 就是说 给他一个budget的限制 看他这个答案会不会有两样 我给他一个budget 但是他给的answer 跟前面没有给budget的answer 是一样的 显然他没有把两个neighborhood的 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他仍然给我推荐的是Loscados Saratoca Palo Alto Cupertino Loscados 基本跟前面没有给他budget的时候 给的neighborhood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 我把这个问题再调整一下 我把这两个neighborhood放在最前面 看他能不能get it 感觉他不是特别变通 我问他 2neighborhood 在Silicon Valley去哪买 他还是给我那些neighborhood Cupertino Loscados Saratoca Palo Alto 这些neighborhood 所以比较大的方向 他是可以给你一些有意思的answer 但是真的到很specific 很新的数据 很针对每个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他就没有办法到那么细致了 估计像如果是要这样的话 可能要这个AI 要做进一步的training 比如说他是不是要training成 把你personal的数据也给他放进去 让他能够对你有更多的了解 连续到了那一步 他就可以根据你personal的情况 就可以给到你更仔细的 跟针对你个人情况的那个answer了 我感觉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房子 我给了他一个房子地址 问他这个房子 我得出多少offer 他没有办法回答 so far感觉是这个chat GPT 他能够给你一个比较high level的 一个框架 一个思路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 很具体的specific一个房子 一个offer的价钱 比如说他这个问题 我问他怎么出这个offer 他回答的框架还是正确的 比如说他让你考虑市场condition 房屋的地点 condition of the property 还有就是recent sale of similar house 所以他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但他只能给你去想 怎么写这个offer的这个思路 但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 试了一下chat GPT 问了一些关于reelset大方向的问题 也问了一些关于reelset 很specific的问题 总体了解下来发现 chat GPT就比较大方向的问题 比如说你问他市场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或者什么地方 比较好的neighborholder 对他可以给到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建议 但是一旦你要转到一个很specific的房子 你问他这个房子具体的可能成交价钱是多少 或者说我要出什么样的offer 他就没有办法给到相应的回答了 他就会让你去 either去search engine 去search相应的数据 或者去跟reelset去沟通 所以我觉得还是去结于他目前为止被training的data吧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他的数据还不够多 因为也是刚刚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AI的软件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感觉是如果说要让他回答很specific的问题 是不是也要把很specific的关于你personal的 或者关于你specific这个问题的数据也得给他输进去 这样子有了这些specific的数据以后 或者他对你的specific数据了更多的了解以后 也许他能够给到更关于针对你的细致的这个answer 但是overall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们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大方向 可以去看一下 他给的总体的框架和思路 很多还是挺有借鉴意义的 我今天用的是ChatGPT免费的version 如果你们有付费的version的话 可以把我今天问的这几个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再去问一下 看你们得到的答案是不是更好一点 如果是的话 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都很好奇